我們上課 今天我們一開始先不上程式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整體的概念 這份同一片我應該還沒講過 那我們這門課分上下學期 第一學期就是現在各位的程式設計算基礎 第二學期算進階就是程式設計2 上學期的時候我們全部幾乎都是用JavaScript 到了下學期的時候我會帶入一些C語言 這兩個語言之所以教這兩個語言有它背後的原因 因為JavaScript是一個應用層的語言或網路層的語言 C是一個系統層的語言 一個涵蓋上層一個涵蓋下層 可以讓各位在學習程式語言上面我覺得涵蓋度最完整 當然這是以我的課為主 其他老師還會有其他語言 你們會再碰到 但是如果你碰到其他老師的其他語言課程 或許你不想學那種語言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跟老師溝通一下 然後使用你熟悉的語言 為什麼呢 因為語言是工具 沒有說一定要用哪一種語言 但是各位來這個系的時候 你應該預設自己至少要非常熟悉一門語言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各位是我教大一城市設計的第二年 因為去年是我教的 但是前年不是我教的 前年他們大一上是採用C++ 但是我其實不是很贊成大一上採用C++ 那各位如果對程式語言有理解的話 你就會知道 C++是一門非常可怕的語言 所以如果你大一上採用C++ 一堆人就會掛在那裡 那雖然JavaScript比較不可怕 不過現在JavaScript也越來越可怕了一點 所以 不過還好我們盡量避開那些可怕的部分 讓目前交道的部分都還不太可怕 好 那我在這次教大一城市之前 上一次教大一城市已經八年前 那時候我是用Java 然後呢 這次我們是上學期用Java 下學期會加入一些C語言 那就是用這兩個語言來搭配 那為什麼用這個語言呢 這兩個語言呢 主要是實用性 因為其實如果要說比較容易學習的話 Python這個語言大概是 大概是我看過比較容易學習的語言 那可是JavaScript雖然沒有那麼容易學習 但是它的實務性 特別是在網站上面更強 所以我們採用JavaScript和C的搭配 它可以同時涵蓋系統 應用和網站 這三種程式 那這種組合當然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那缺點 就是JavaScript和C都是有點壞 它有不少的語法陷阱 所以它並不是最適合初學者 那剛剛講過 Python應該比較適合初學者 那因為有一些語法陷阱 所以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你學JavaScript到現在 雖然我們已經盡量的把那些語法陷阱避開了 但是你還是很難完全避掉 比如說為什麼要三個等號 為什麼不用兩個就好 大部分語言都用兩個等號 你要用三個等號 不是很奇怪嗎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這種東西 確實JavaScript並不是設計出來 為了讓你很容易寫的 它當初設計的理念就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有好有壞 那程式語言沒有最好 都有優缺點 那重點往往不是語言本身的是 這個語言的使用者所形成的社群 那它相關資源的套件工具 開發的那些可以使用的東西 好 JavaScript和C這兩個語言 都有很龐大的資源工具和社群 這兩個語言都有它發明的背景 而且它不是 不是純粹就是某個作者想到說 我要創造一門很好用的語言而設計出來的 它其實都是為了某些特定用途而設計出來的 那這是C語言的背景 C語言在1970年的時候 Dennis Rich跟Ken Thompson這兩個人 通常我們叫他Ken 那他們在開發UNITS作業系統的時候 他們設計出了C語言 那因為它設計是用來開發作業系統的 所以它對硬體的控制能力很好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因為作業系統是整個電腦最基礎的東西 如果它的速度慢的話根本就沒有人要用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速度快 對硬體控制能力強 很適合用來寫作業系統 那後來C語言就變成了作業系統 系統程式編譯器 嵌入式系統的主力語言 那所以像UNIS Linux Windows Office Vitual Studio GCC FreeBSD JVM NodeJS 就包含我們現在JavaScript跑的環境 都是C語言寫出來 QEMU 這些都是很重量級的軟體 它都是用C開發出來 那你如果注意一下 這些都是底層的軟體 也就是說 它大部分都是給程式設計者使用的 或者是那種很基礎的 你沒有它就不能用的那種軟體 那另外你看到的語言 很多它的開發工具 幾乎都是用C語言寫出來 Linux是用C語言寫出來 Windows也是用C語言寫出來 絕大部分的開發工具都是用C語言寫出來 那 但是C語言是1970年就被發展出來 你要想一想那是幾年前 46年前 欸46嗎 對46塊 對 46年前 所以 它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發展出 這種物件導向的功能 各位上禮拜開始看 有點看到字典這種東西 其實字典再進一步就變物件 只要在字典裡面加入函數就是物件 那可是C語言沒有物件導向的功能 那可是C語言沒有物件導向的功能 後來C語言就衍生出一些有物件導向的版本 那其中一個是C++ 那另外一個是Objective-C 那C++目前其實用途也很廣泛 那Objective-C主要目前是蘋果在用的 那可是蘋果後來又推了一個叫做Swift 所以應用層的部分蘋果的東西都是用Swift 目前都轉向Swift 那系統層的部分還是用Objective-C 那後來也有很多軟體 它會採用C和C++的搭配組合來開發 像是GCC的變異器 那它的競爭對手叫LLVM 它就是用C++為主 嵌入式的Arduino也是用C++去包裝 那可是C++比較複雜 所以不建議各位一下就學C++ 那如果你C語言已經學得不錯 你要去學C++我覺得OK 那C語言的特色它是靜態編譯式的 所以它的程式會被轉換成CPU的原始機器 那各位會覺得那我們JavaScript是什麼 它是動態 動態而且不一定要編譯 通常傳統上JavaScript是動態直譯式 但是直譯就是直接原始程式碼就開始執行 那種叫直譯 那可是現在我們所使用的Node它速度有加強 直譯的都很慢 但是呢因為JavaScript的用途太廣了 所以就很多廠商開始想盡各種辦法讓它速度變快 那其中一個推的最用力的就是Google 它有出了一個就是Chrome Chrome這個瀏覽器背後也需要一個JavaScript的引擎 那Google就拼命的去把這種引擎做得很快 它甚至為了這個買下了一整家公司 就是為了它這個引擎 然後它就買下了一個叫V8的引擎 那那個V8引擎呢就速度很快 那所以後來其他的廠商也會跟進 我也做一個跟你差不多快的引擎 所以現在要有好幾個那種就是很快的引擎 這種引擎其實它不是直譯式 它應該說是直譯編譯混合式 那各位現在可能聽不太懂 那也就是說它其實執行的時候 大部分是以機器碼狀態在執行 只是它的機器碼的翻譯 是在每一個區塊執行前才立即翻譯 這種叫JIT 立即編譯器 那C元它的速度會比JavaScript更快 因為它不是在執行的時候才去編譯 它是編譯好之後 直接變成機器碼才去執行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不管你JavaScript再怎麼調 都不太可能會超過C元 目前C元應該還是可以說是 所有元裡面最快的一種 當然不是編譯速度最快 是執行速度最快 那C元它的有一個特色是指標 它的指標可以透過記憶體映射的方式來控制硬體 那這個我現在先不會講 但待會我會給各位看我最近這個禮拜才寫的一本書 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看 但是你現在可能看不懂 你必須要先看過一本C元的書之後 你再慢慢去看才會看得懂 那這些是因為K&R他們兩個人 當初為了寫UNIS而設計C元 那各位可能不了解UNIS有什麼重要性 現在的Linux就是為了要在PC上面 打造一個UNIS環境而做出來的 那個像BSD zone FreeBSD zone 這種作為系統也是為了在PC上面打造 不過它有一些歷史原因 所以變成Linux起來 所以C元在系統層後 其實它是特別強大 那這次介紹完C元 我們開始看JavaScript JavaScript比較晚出現 你看C元1970年出現 JavaScript到1995年才出現 晚了25年 那可是以一個程式語言而言的話 從1995年活到現在 其實也都算是蠻久的 很多程式語言都活不過幾年就死掉了 從1995年活到現在 其實已經算蠻久的 所以它也不算是一個很年輕的語言 那在1995年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都想要讓他的電腦 連上一種叫做World Wide Web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你可能 現在其實每天都在用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它叫World Wide Web 那這個 TripleW這個應該各位有看過 很多網站的網址前面都是TripleW的 TripleW的出現主要歸功於兩組人馬 第一組人馬 就單槍匹馬的一個人叫做Tim Bernard Lee 那他是 他是那個 歐洲有一個物理 就是同步加速的那個物理 物理研究中心 他就是那個整個同步加速器就是 那個單位在管 那各位如果對於物理學有了解 你會知道那個同步加速器對現在的 近代物理或新物理非常重要 他們要把那個原子加速到一個非常可怕的高速 讓他去撞擊 然後撞擊之後 他們才可以觀察說 到底原子裡面的次結構到底是 是怎麼樣子的反應 然後透過這個反應去推測新的理論 那所以現在很多物理的驗證都得靠這個同步加速中心在做 那個叫聖 聖這個單位 他有很多物理學家在做事 那單位又很大 所以他分散的很廣 那他常常需要傳很多實驗數據 甚至讓人家看可以線上看 所以當初這個Tim Bernard Lee就在想說 我能不能做一個東西 可以讓這些人在線上就可以看對方的東西 後來他就發展出這個瀏覽器這種伺服器的東西 那但是他的瀏覽器 他也有做一個簡單的瀏覽器 但是太陽春了 沒什麼人用 後來呢 有人看到他的那個伺服器 就覺得這個都好東西 我一定要連上去 那就有一個人叫Mark Anderson 然後他就去做了一個瀏覽器 那這個就是Tim Bernard Lee 他在以契約的方式在盛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契約的方式也就是契固的 這些人其實有些是很厲害的 那像Tim Bernard Lee 他當時是以契固的方式在盛工作 照理講契固就是那個約聘固 會是公司反正不需要你的時候就把你裁掉了 但是其實有時候他們 他們反而創造出一些很棒的東西 等一下講那個Mark Anderson也是一樣 他基本上也是個學校約聘固的人員 後來他創造出Netscape 那在1980年代後期 他利用超連結和網路 讓物理學家們可以方便使用網路 那1990年開始 他就釋出一個東西 他是以UIL 就是網址 Hyperlink 就是超連結 HTTP 就是你目前用的瀏覽器前面都要打HTTP 那個東西 那個是他的基礎協定 然後創造了Web Server 主要是Web Server 還有CLIME 瀏覽器 可是瀏覽器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後來Tim Berners-Lee被尊稱為Web支付 所以現在那個 有一個組織叫W3C W3C就是Tim Berners-Lee 他現在在主持的 好 好 那 Web這個故事和想法都記載在這本書裡面 那我之前有買 不知道丟到哪去 各位 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來看 那Tim Berners-Lee沒有把瀏覽器做得很好 伺服器也不夠強大 所以後來Apache這個組織做出了很好的伺服器 然後在NCSA工作的Mark Henderson 和那個另外這個人 比娜他做 他們開發出了一個叫Mosaic的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 在當時算是很好用的瀏覽器 所以Mosaic非常紅 因為他們基本上只是 也是氣庫接受人家一個委託案 給你幾個公讀生就叫你去做 結果他們做出來 全世界非常驚訝的東西 所以後來那時候 因為我們活太久了 所以那個 這些事情 我們都親身經歷過 那那個 當時那個美國的創投 就瘋狂的投資在這邊 他覺得說 那時候微軟已經變很大了 然後瘋狂投資在這邊覺得 微軟會被這個東西打敗 所以 那時候 其實從1995年到2000年 是一個網路狂飆時期 整個資金都一直投到 這種網路公司上面 你隨便說 我有一個什麼想法 連東西都還沒做出來 人家錢就已經進來了 那個時期實在是非常的奇特 我們都親身經歷過 那而且像 那時候我跟同學在弄一個公司 後來那個公司倒了就在2000年3月 一樣 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狂飆時期的原因 那 後來 微軟為了反制Netscape 因為人家說你快掛了 因為你沒有瀏覽器 未來都是瀏覽器的世界 所以 微軟為了反制Netscape 他就買下了一個叫Explorer的軟體 然後免費發送 然後呢 到最後他還強制綁在Windows裡面出貨 只要你有Windows就會有我的IE 那所以 後來 微軟 有點破剩 那Netscape也不是省油燈 他也會想一些反制方案 所以當時他為了要讓他的瀏覽器更強大一點 所以他們呢 就做了一個小型的程式語言 把它放在網頁裡面 放在瀏覽器裡面 讓他可以做出像浮現式功能表 這種東西 那 這樣的話 會讓他的瀏覽器的功能比較強大 讓使用者的體驗比較好 那他為了拉攏夥伴 生羊 上這家公司 就是太陽這家公司 去對抗微軟 結果他們本來這個語言 名字叫做Life Squid 可是呢 因為他要跟生羊聯盟 那生羊當時在推Java語言 那這 Netscape就說 好吧 那我就把這個語言改叫Java Squid 所以前一陣子還有同學在問我說 老師那個Java跟Java Squid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跟他說 基本上這兩個語言 就跟牛和牛棒之間的關係是差不多的 那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 好 那就是因為當時的商業策略聯盟的原因 好 可惜的是當時微軟透過Windows 壟斷整個電腦工業 所以 Windows內建的IE 就成功的打敗Netscape 後來Netscape資金 就沒有沒有 就就就處於弱勢 而且錢一直消耗 跟微軟打仗那個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根本就撐不下去 然後就乾脆乾脆有其他公司覺得 我如果手上掌握瀏覽器的技術 我會不會變成一個很強大的公司 可以跟微軟看 那時候有一家公司叫AOL 那這AOL是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公司 那這個AOL後來買下Netscape之後 完全不知道怎麼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 最後Netscape還是沒有起來 那後來它就捐出來 乾脆捐出來 反正 我留在公司裡面也沒有用 就乾脆捐出來 給開放電視馬 就成立一個叫Mozilla的組織 那各位如果現在還有在用火狐瀏覽器 你就知道 火狐瀏覽器就是Mozilla這個組織出的 其實就是當時的Netscape的新版 那雖然Netscape輸了 可是JavaScript沒死 他當時在1995年提出來的那個LiveScript 後來因為跟森陽聯盟 改成JavaScript的那個語言 變成了瀏覽器中唯一能使用的語言 為什麼呢 因為微軟在那時候在推Explorer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在裡面做一些手腳 又跟人家不一樣 那做了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他說我們大家不要再用JavaScript 我們改用VBScript 因為微軟的都在推VB 他把VB給加在那個東西裡面 問題是沒有人要理VB 因為其他瀏覽器根本就不會理這種東西 所以到最後 雖然他在瀏覽器大戰打贏了 但是他在標準上面輸掉 所以JavaScript其實沒死 後來變成瀏覽器唯一能使用的語言 那後來微軟知道不行 然後他就想說 好吧那我再做個手腳好了 VBScript既然沒有人用 我改一個 我推一個叫JSquid JSquid跟JavaScript非常像 那所以大家是不是會比較來用我這個JSquid 後來被證明還是沒有人想用它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有心機 所以沒有人要用它 所以後來JavaScript還是很穩定的 在瀏覽器裡面成為唯一的語言 那到了2009年 這一個人 這我不知道怎麼唸 Ryan Ninhard 大好 這個人 其實這個人 非常的不會講話的一個人 就是他 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 在發表NodeJS的那個說明會上面 講話都結結巴巴的 但是這個人很厲害 他創造出一個 這個NodeJS這個軟體 然後就使得JavaScript可以 進入Server端的應用領域 那這個讓JavaScript又變得 雖然本來他只是鎖在瀏覽器裡面 後來就變得很多人用 那就出現了很多跟JavaScript相關的開發環境 其實都從Node開始 一路又開始復興起來 其中有一個像FoneGap 這是Adobe這家公司所出的一個軟體 後來Adobe其實也沒有說 也沒有在裡面賺到錢 他就乾脆說 我捐出來 捐出來給那個Apache 這個組織去維護 Apache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組織 然後Apache就把它改成叫Kodoba 那這個東西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讓你在JavaScript裡面寫手機應用程式 那各位如果有人去修三年級的那個李希吉老師的iOS程式設計 就是iPhone那種程式設計 那這學期他用的是SWIFT 就蘋果立推的那個語言 下學期他就改用Ionic加FoneGap Ionic加FoneGap 然後放在那個iOS上面去執行 那其實那個就是JavaScript 那另外如果有人修那個 趙老師可能有開那種遊戲程式設計之類的 趙雨翔老師 那那種基本上通常會用Unity 那趙雨翔老師可能會用C-Sharp這個語言 但是其實Unity裡面還支援另外一個語言就是JavaScript 那再來另外你可以用JavaScript來寫視窗程式 你可以使用QT、QML這種東西來寫 那我最近微軟一直在推一個東西叫做TypeScript 因為JavaScript是一個動態語言 它不用宣告型態 所以你現在從那個一開始到現在 你所看到的程式碼都沒有宣告說這個變數應該是什麼形態 我們只用VAR就搞定 但是事實上這樣的沒有形態的語言 在軟體工程上面來講是一個麻煩 因為你不小心變數名稱打錯了 他會認為那個是一個新的變數 你本來是叫AAA好 你不小心打錯了變成AAO 他會認為AAO是一個新的變數 所以這種動態語言有它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它軟體工程上的缺點 所以微軟最近開始在把它強型態化 然後讓你在編譯時期就可以找出一堆錯誤 可是代價就是你每一個變數都要宣告型態 變得語法上囉嗦很多 那你要簡單 軟體工程上面就會比較弱 你要複雜那你就要寫得比較囉嗦 但是軟體工程上面就會比較更多資訊可以去做檢查 那JavaScript就因為這些 你就其實可以寫視窗程式 可以寫遊戲程式 可以寫手機程式 可以在Windows上面去開發Windows的程式 那所以現在我們大概看完這兩個語言的特色和歷史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我們使用這兩個語言 那一個是 我覺得這樣可以涵蓋到上層和下層 那這樣對各位在這四年裡面 你可以有很好的工具去往外生長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大一上的時候你從JavaScript入手 然後呢 你不要去碰那些奇怪的語法 避開一些陷阱 它就不會太難入手 那你入手之後你就可以開始碰奇怪的語法 因為那些有些還蠻有趣的蠻妙的 而且功能有時候蠻強大 那所以有一些語言喔 雖然怎麼講 語法有些怪 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那些怪語法其實都是它的寶藏 那在軟體工程上面可能不是寶藏之垃圾 但是在你追求程式技巧上面 會發現哇那是一堆寶藏 那去除奇怪的語法避開陷阱 我覺得JavaScript就不會太難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入手 那你學了JavaScript語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先寫一些命令列的程式 像我們開學到現在一直在寫命令列程式 那各位還沒有看到JavaScript在網站裡面是怎麼發揮功能 那等到你命令列的程式OK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寫網站 因為這是JavaScript的主戰場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進入網站程式設計這種領域 你可以很快的寫出一些互動網頁之類的 然後呢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各位現在一直學到現在 你都是在命令列打一個Node什麼 然後呢他就印出一堆字 然後就結束了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學久了就覺得這樣好無趣喔 我到底還可以寫什麼 那這時候你進入網站你會發現 喔原來這裡還有一大片天地可以學 而且所做的功能會比你單純印一些東西好很多 那有了這些經驗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喔好像好像我不懂的東西很多 那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進一步再學習喔 因為其實你你學的東西你只要會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做幾乎所有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已經教完這些東西了 變數運算式以補回圈陣列函數 各位是不是都已經學完了 剩下一個物件呢基本上我們上禮拜講的字典 那個東西就非常接近物件 只要在字典裡面加入函數就是物件 所以基本上你都差不多學完了 問題是大部分的同學可能還不夠熟練 這也需要時間 那還有需要你很常常去使用 不只是練習最好能夠把程式語言 你所採用的那種主要程式語言 放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去解決你所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 那各位可能會問我 我現在有什麼東西需要解決 OK 那 解決什麼問題不一定 你可能想解決網站的問題 想解決一些我譬如說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那些事情如果我可以把它寫成程式的話 我只要按一個鍵就會很快 我記得之前我看過一個人 他在一個公司工作 然後他離職了 離職之後呢 他留下了一堆code 程式碼 然後後來他的同事才發現一件事情 說 原來這個人 他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他需要花90秒以上 而且他會 連續重複的做很多次的話 那他就會把它寫成程式 讓他按一個鍵就做掉 所以這個人的程式能力就很厲害 他超過90秒 然後呢 會重複做很多次 他就把它製造化 那這也是我們學程式的人應該 就是要具備的一種能力 好 那在第二學期開始 我們會引入C語言 那因為 那個JASBET是上層 應用層的語言 到了第二學期我們會講 系統層的語言 可是 這個要看各位的狀況 因為 以去年而言的話 我發現 我們JASBET 還沒有辦法 完全搞定之前 我想要引入C語言的時候 我就發現大部分的人 都不想學這個語言 那所以 得看大家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不過我會希望說 第二學期可以引入一些這個 那不代表說 你一定要馬上就 很熟悉這個語言 而是說 你知道有這種東西 但是你主流 主力可能還是可以選 你原本的主力語言 那等到 你真的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應該切換到這裡 那這時候你引入了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程式的那些基礎語法 你會變成再富其變 雖然是不同語言 但是其實背後的東西都差不多 只有寫法不一樣 那你可以繼續朝你的主力語言上面去前進 那你如果選擇JavaScript當主力語言 你就可以用Node和JavaScript 學會完整的前後端網站技術 那也可以進入四川和手機這些領域 那這一條路 它可以這樣走 就是 程式設計 然後呢 開始打到前端網頁 打到後端的網站 然後呢 你可以做手機程式 用JavaScript加FoneGap 你可以做四川程式 用JavaScript加Qt 你可以做遊戲程式 就是用JavaScript加Unity 那如果你選擇C語言 其實C語言 它是一個比較底層的 做系統層的語言 那它的特性是速度快 然後呢 可以控制硬體 那所以你就可以 用C語言來學 其實你們二年級都會學到這個 二三年級的時候 資料結構好像是必修 演算法可能是選修吧 我已經忘了 那 你還是得學到這個 而且這兩門課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使用C語言 特別是資料結構 因為 JavaScript的結構都幫你做好了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創造太多資料結構 但是C語言就沒有 所以你得要自己創造一些資料結構 才有辦法用 那然後你進入系統領域 去做遷入式系統的時候 就需要使用很多C語言 那所以C語言是通往系統層的捷徑 那你就可以用它來學資料結構 系統層式 系統層式會是我教的 不過我現在是安排在二下 二年級下學期 那二年級上學期 我會教計算機結構 硬體 先教硬體再教軟體 那我會用一門課叫Name2Touches 那那個是一個網路上的課 那你可以再進一步 你可以學作業系統編譯器 遷入式系統 組合員這些東西 那不過這些課 除了系統層式是我教以外 其他幾乎都不是我教的 那所以各位在學這個的時候 很多都不會做到實作 除了我系統層式可能 裡面比較多實作以外 那所以 我是比較偏向於說 每一個東西我都要各位能夠寫 不是只有看到書然後就結束 那它還可以延伸到硬體層 那這一門課我也有教 比如從計算機結構 這一門課進去 那各位 各位現在是 目前有學數位邏輯嗎 這學期 有 那那個東西 其實是計算機結構的基礎 所以如果你這個東西沒學好 你到二上的時候 碰到我的課的時候 你得再學一遍 所以 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那我怎麼學好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那麼難 你數位邏輯 有沒有人現在數位邏輯 你覺得很有困擾 好像下禮拜要考試對不對 數位邏輯真的沒有那麼難 你 其實只要會做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來修計算機結構了 什麼事情呢 各位現在會不會用數位邏輯 做七段顯示器裡面 任何一根亮棒的電路 會的話其實就OK了 你差不多就可以來修計算機結構 七段顯示器裡面 任何一根亮棒的電路 你從頭到尾把它做出來 從什麼叫做頭 畫真值表開始是頭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卡諾圖吧 然後呢 卡諾圖去畫圈圈嘛對不對 畫圈圈之後呢 就寫出那個邏輯式啊 寫出完邏輯式 就用end or not 就可以把它變成電路圖啊 就這樣子 數位邏輯做的基本上 差不多就這件事情 前半 前半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後半做的是什麼事情 後半會引入一個 就是像正反器 各位應該還沒學到 因為你現在才其中而已 後半會引入一個叫正反器的東西 正反器可以用來儲存一個位元 你可以儲存一個位元 你就可以儲存16個位元 你就可以儲存一大堆位元 所以只要能夠儲存位元 然後 能夠做邏輯功能 你所有的電路 數位電路都可以做得出來 OK 只是複雜度不同 那等到你數位邏輯學的OK之後 你進入計算機結構 你可以設計自己的CPU 那我會要求各位在二上的課上面 每個人都去設計CPU 那我們會用一門叫Name to Tetris的課 現在二上的同學幾乎每個都有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很多人還是很頭痛就是了 因為他可能幾乎很少被要求一定要寫 而且寫這種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所以很多同學可能會有點頭痛 那在三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延伸到一些比較困難的研究領域 這時候會需要一些數學基礎 那像這學期我會教科學計算這門課 但是我的科學計算課程跟其他可能不太一樣 其實基本上是很多數學 把整個數學都程式化 那從數學科學計算到人工智慧 這一條其實是比較偏研究性的 但是說真的是研究性也不是 現在很多大公司都走在我們前面很多了 所以他已經變成一個產業性的東西了 所以可能如果有看這方面的新聞 你會看到像前一陣子的那個Alpha Gold 有沒有不是夏威奇 然後那個李士奪應該那個叫奪 因為他是10下面還有一個什麼東西的 李士奪他就很 就輸給了那個Alpha Gold 那所以 這種東西慢慢就變得越來越 越進入產業 而且最近的這一波搞不好 會是由人工智慧領域來驅動的也不一定 因為你看現在物理上面的問題幾乎都解決完了 解決不了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所以你如果去觀察物理會發現 物理學從19世紀初開始就差不多定型了 19世紀初 從17世紀的時候牛頓的力學 那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再來到了19世紀的時候 19世紀初的時候開始進入相對論量子力學 又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之後49世紀到原子彈出來之後 其實都沒有在理論上面有太多的突破 主要是在實驗技術之類的控制領域 做了比較大的突破 然後呢要解釋那個原子裡面的現象 幾乎都沒有辦法用很好的理論解釋 相對論解釋不了用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其實是很怪的 根本就是一堆大雜會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沒有辦法很完美的解釋 那後來他們為了很完美的解釋 就有人搞出了什麼 旋論 超旋理論 這種東西把原本三維空間加上一維時間 四維的東西搞到13維去再映射回來那種東西 你就會覺得那裡已經走到 走到就是說已經 離目前使用性是非常遠的地方 但是那個是物理學家領域在探索 可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20世紀很像是物理學的世紀 因為物理學化學這種科學性的世紀 但是到了我們這個世紀的時候 什麼東西凸顯出來了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凸顯出來的東西是 程式突然變得很重要 那程式很重要 程式很重要表現在電腦上面 那對生活有什麼影響 而主要的影響就是 原本你機械能夠做的東西就是那些 那可是缺了一個東西 它其實沒有辦法完全取代人類 那等到了程式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去試圖做一些原本覺得很難做的事情 那這些很難做的事情本質就很難 牽涉到智慧 牽涉到你的大腦結構 牽涉到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那這時候背後就 你要能夠做到那麼深入 需要什麼 最後靠的是數學 你會看到所謂的深度學習是什麼 裡面是用到神經網路 而且以最近深度學習在復興的原因 因為神經網路其實沉疾了一陣子 我大學的時候很紅 那突然又沉疾了十幾年 然後到了最近又開始變得很紅 那主要是因為有一個人叫Hinton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學習模型 這個Hinton其實很重要 他在1986年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叫做PERS 就是反向傳遞演算法 那導致神經網路復興了一陣子 那可是這個演算法還是有它的極限 所以後來又沒落了一陣子 那等到2002年他又提出了一個叫BPN的 BN還BPN我忘記了 就是跟波子曼基有關的一個學習演算法 然後又開始復興 然後復興一直到現在 像Google啊 亞馬遜啊 然後像最近那個特斯拉 Elon Musk啊 他們這些人在控制那個火箭發射出去 還要回收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大量的使用這種 非常數學性的東西 然後你必須要 必須要有很強的數學背景 才有辦法去做這些程式 或者會有很大的麻煩 所以像現在Google提出像那種 啊 啊 那個叫什麼 啊 深度學習 Google有些深度學習套件 我突然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那各個各家廠商也有 Facebook也有出 那很多很多公司現在都把這些東西給開放出來 所以那部分程式不難 但是數學很難 所以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條往研究領域走的路 然後從科學計算走到人工智慧 所以整張地圖就會變成像這樣 那這張地圖就有點大 我們三年之內我大概交其中的一部分 三個都會做到 這裡 這裡 這會是我教的 程式設計數是我教的 科學計算能工智慧是我教的 系統程式和計算機結構是我教的 其他都不是我教的 那 但是其他有一些有人會教 像這個是李希傑老師教的 然後這個是趙李翔老師教的 只是他沒有用Jetaskrid 他可能用C Sharp 那嵌入式系統那些都有別人會教 這個作為系統可能是彭老師教的 編譯器可能沒有開 不過他是系統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教到 嵌入式系統也是系統程式的一部分 我們會教到 組合員這個我們都會教到 但是我們會採用實作導向的方式 不見得會講很多 那到了二年級你會發現我講課越來越少 這是正常 所以這張地圖大概交代了我們的做法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處在這一個地方 那等到下學期的時候 你大概會把這個東西 這部分補完 然後到了二年級的時候你會進到這裡 別的老師會教資料結構和演算法 然後我系統程式會涵蓋這個入門 然後二上的時候會有計算機結構的這邊 那有個問題是這些課都在三年級之前都學完了 那四年級各位要幹嗎 說真的 四年級根本就不是我們管理 為什麼呢 你去看你四年級的學長 你幾乎每個禮拜都不會碰到他 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四年級的課基本上就算我們開了 各位也不太會來上課 所以呢 四年級到底要寫什麼就你們自己決定 OK 所以你想走系統領域的 你四年級你可以多做一些這些事情 你往系統的部分走 你想走網站設計的 你就四年級的把這部分補好 你想做手機APP的 那你就往這邊走 那或者是你用Android 用IOS用Swift都可以 但是每一個都有一個特性 Swift就只能做IOS上面 那不能做Android 不能做Windows 那但是Java就只能做Android 不能做IOS上面的東西 所以每一個都有它的局限 因為現在的問題不在技術 而在於政治 對不對 因為 我這家公司 我為什麼要支援你的語言 那你把我地盤吃掉了 我還混什麼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世界不是因為技術做不到 而分裂成這麼多塊 而是因為政治上面 我不能被你吃掉 而分裂成這麼多塊 那你要走遊戲設計 那你就可以走Unity 你要用C-Sharp 或用JavaScreen 都可以 但是好像只有這兩個語言 以Unity而言 那別的引擎有別的語言 那你如果想走比較研究路線 或者是比較偏人工智慧的路線 你就可以往這邊走 那這個科學計算其實牽涉到的 你一到三年級學到那些數學幾乎都會在這邊出現 離散數學 基力統計 工程數學 線性代數 數值分析 大數據 生物資訊這些通通通都賺在裡面 那人工智慧呢 就像神經網路 機器學習 語言 處理 像處理機器人這些 大概 他的演算法部分都在裡面 但是我們不會真的去弄機器人 那個是 那個是機器人課程的事情 那所以還有很多沒想到的路 其實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 現在幾乎都需要電腦的 那剩下的就是你們自己去想 我到底要用這些來做什麼 那學程式至少在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是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那你不管走哪一行 你有這一個能力都是加分 都是很重要 那當然你會說 我做廚師我為什麼要學程式 他說這真的 你一開始可能碰不到程式 可是萬一你不小心廚師做太好 你開連鎖店開了100家 這時候你就需要程式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 我一個人煮100家的菜 你總 你最後你必須要把它規模化的時候 你就要有一個標準流程 你就必須要確保我的東西品質 最後你要用程式去控管 所有100家的公司 100家的分店 你才有辦法 7-11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他沒有那個資訊系統 7-11根本起不來 那各位知道為什麼 7-11這種便利商店 會在這幾十年變得很強嗎 在我小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小時候是怎麼樣子 即使是別的國家也是類似 我小時候別的國家也沒有那麼多 所謂的這種連鎖性便利商店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30年前算是7-11開始 開始萌芽的時期 那時候其實是統一集團把它引進 7-11是一個國際性的公司 它都是授權給當地的業主去經營的 那所以統一引進之後 因為它本來的統一麵包店做的不是很好 那後來呢 引進7-11之後就越來越好 它其實有一套它的方式 那這套方式背後夾雜了一些東西 跟技術有關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你稍微想一想 如果今天7-11去掉它的電腦 它這一家公司還能運作嗎 如果7-11去掉它的電腦 它這家公司運作起來會順利嗎 它會比傳統的超商更強大很多嗎 那這就是便利商店連鎖化的原因了 7-11這家公司如果去掉電腦 你想想看 它現在架上任何一瓶飲料 賣出去了 它刷一下它就已經登錄已經回到總部 我知道少了一瓶飲料 好現在庫存到底多少瓶 一清二楚 你不用回報 後來它就知道說你到底少幾瓶 當然有一些錯誤 你最後是需要更正的 但是 但是 基本上它的資訊是非常及時的 這個運作流程是一般便利商店 沒有連鎖性便利商店 所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那它所依靠的技術其實非常簡單 背後有一個東西很關鍵 那個東西叫做條碼 這30年來 連鎖店便利商店連鎖化 主要的驅動力 技術上就是條碼 換電鎖 整個世界改變 我們連經營小超商都沒有辦法存活 就是因為條碼 這個世界其實已經變得很複雜 在30年前你經營便利商店 你可以活得很好 現在你連經營漫畫書店你都活不好 為什麼 你怎麼樣子跟十大書房這些東西競爭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在小金門開 或許你還可以 連大金門你可能都沒有辦法存活 好 所以程式變得很重要 一個條碼可以影響到這個 那其他的程式可以影響到很多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人曾經用過Airbnb 各位現在可能出去玩比較少碰到這個 但如果你出國你會發現 Airbnb是一個蠻有用的軟體 不只是軟體 但是一個網站APP之類的 那像上次我去義大利的時候 我就幾乎都用Airbnb 還有像booking.com這些來訂旅館 連這種旅館業都受到這種資訊衝擊很大 所以你現在最近會看到一些事情 譬如說 上次我去台東 然後我就發現說 台東現在的比過去繁榮很多 那你在街上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是他們的當地的民眾其實都有賺到錢 那為什麼他可以賺到錢呢 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從前很多人去那些地方 可能他要住宿 他就是住飯店 不管是火車站前的飯店 或者是比較大型的飯店 但是呢 這樣一般的民眾就很難在這裡賺到錢 可是當Airbnb出來 Agoda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我不需要經營大飯店 我也可以找到很不錯的生意來源 你可以把自己的房間出租給別人用 我靠Airbnb和Agoda 甚至你只要有一間空房間 或者是你只是出去出差 但是這兩天你沒事 你不會住你的房間 你就可以把他空出來給別人用 再來像Uber這樣的公司 也是一樣 我只要有汽車 我就上去說 OK我登錄一下 我可以載人 我現在的衛星定位位置在哪裡 他都一清二楚 他隨時都可以派你去 某個地方接某個人 然後送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世界現在被這種電腦和網路影響的層次 已經非常侵入日常生活 沒有這個 其實很多經營都變得不可能 那當然那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寫 很多時候你只要去用就好 可是如果你有寫的能力 那你就不需要受制於現有的架構 你可以自己創造新架構 所以如果你沒有學會程式設計 不要告訴別人 我是你程式設計的老師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很丟臉 好 那如果你沒有學會這個 你出去絕對會被別人歧視 資工系不會程式設計 就好像廚師不會煮菜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為積分線性代數 機率統計通通都沒學好 我以外學 電子電路都沒學好 但是程式的能力很強 你還是可以說我是資工系畢業 但是如果你那些都學好的程式不行 你要人家相信你是資工系畢業的很難 所以建議各位把這個東西 至少要熟悉一門程式語言 而且這一門要很熟 那未來你可能會需要換 因為程式語言每隔一陣子都會改朝換代替 不過不見得改得很快 就我們的觀察硬體是換得最快的 那反而程式語言其實你看 C元1970年的東西現在還在用 只是中間會有一些標準上面的改版 但是1970年的語法到現在其實沒有差多少 幾乎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這裡非常建議各位 因為一年級程式一定很重要 好那這件事情就先看到這裡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